摩洛哥旅游攻略 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部 这里西林大西洋 南部近邻萨哈拉沙漠 来摩洛哥旅行 尽量选择在11月到1月的淡季 第一站是在马拉喀什 然后按照马拉喀什 埃特本哈渡碉堡村 瓦尔扎扎特 波德拉峡谷 梅祖卡 伊富兰 菲斯 舍苏沙万 德吐安 丹吉尔 阿希拉 拉巴特 卡萨布兰卡 马拉喀什的线路游玩 皇城马拉卡 花园城市拉巴特 文化古都菲斯 是摩洛哥最著名的三大皇城 来到这里肯定都不能错过 在马拉喀什的德吉马广场 聚集着卖各种百货特产的摊贩 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奶昔 蜗牛 仙林掌果等特色小吃 华尔扎扎特 是通往萨哈拉沙漠的门户 这座小城也被人们称作 沙漠之门 这里的阿伊特本哈渡住里村 被称为摩洛哥最美村落 并且这里还有众多的电影拍摄基地 梅祖卡是一个沙漠小镇 来到这里可以追随三毛的脚步 穿行萨哈拉沙漠 水浮沙万是一座蓝色的小城 这里到处弥漫着淡淡的水彩化的蓝 拉巴特网宫位于拉巴特市中心 这里还有穆罕默德武士墓 卡萨布兰卡因其同名电影而闻名 是北非最大最重要的港口 我们下期见了